你想解決拖延問題嗎? 要解決就要先了解拖延有三種 我是閱讀人 分享一本書 說明是拖延根除的為自律小習慣 好,那第一種拖延是最典型的 該做卻不做的拖延 有意思的在拖延自己該做的事情 在其他事都很有效率 但提到某件事就提不及盡 例如像學習、閱讀、寫作 明明知道該做可是卻做不起來 那第二種是在職場很常見的高效逃避拖延 好,指的是不自覺用大量的瑣碎事情 來填滿自己每一天、每一個時段、每一個時間 導致最後是窮忙一整天 實際上真正該做的事卻完全沒有任何進展 每天所忙碌的都是瑣事 對於真正目標沒有太多的推進 當然也其中一個關鍵原因就是 簡單小事比較不用花心力 所以因此習慣做小事也存在著 高效逃避風險的危機喔 那第三種是比較不會被其他人注意到的拖延表現 又稱為優先分心拖延 我們現在人有太多電子郵件要回 太多會議要參加 太多目標要追逐 還有家庭事務還有其他責任 導致開始失去對自我效率以及實現目標的控制 緊接這些讓自己疲於奔命 也當然都不斷提醒自己 每件事都很重要 緊接每件事都做不好 所以如果我們要解決這三種拖延 必須要把專注力拿回來 必須要了解有哪些數位工具 此刻正在影響著我們 但我們也要善用這些數位工具 讓他能夠更加自動化 好好幫助我們協助完成工作 但也可以透過其他人來幫助你 協助你 讓你的拖延事項不再只是一個人前進 因為一個人力氣有時候很微弱 透過一群人一起走才能夠有機會走得遠 也同時提醒自己拉回真正需要專注目標 我是閱讀人 讓我們一起學習不再拖延